副一长潘岳霞也进行了县政总质询 他针对书花改工程的拓宽部分 拆迁户补助措施 他请县政府各局处要协助拆迁户申请办理 另外针对温泉专车的部分 副一长希望能够开办整年度的南区观光专车 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而0413天然灾害补偿作业 能够协力农民申请办理 副一长希望县政府能够多多帮忙 由于苏花改工程从苏澳到和平段已经开通了 紧接着就是征收南区的路段 由于配合政府土地被征收 面临到拆迁的作业 乡亲们则是不了解拆迁后的补偿作业 副一长潘岳霞也请建设处能够协助拆迁户 不要影响到他们的权益 另外这两个月的温泉季方案观光效应 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 也请县政府能够规划 针对南区整年度的行销方案来刺激地方 同时也带动地方的光效益 目前苏花改工程在我们南区 在整个在透光工程在执行中 那希望建设处跟地震处这边 让我们的拆迁户 希望我们的县政府的一个各局处 能够多协助我们的拆迁户 因为房子被拆了一半 或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 这样后置的一些补助补偿 希望能够比照六都 比照临近的县市 能够提高农民的一个损失 那当然国家重大建设 也是要给予支持 所以我们的乡亲都很善良 还希望说县政府各局处 这边也能够协助 裁迁户能够补偿的一个过程 能够更顺利 那再来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一个 整个太平洋温泉季的开罗 那瑞税温泉区跟安通温泉区 已经紧锣密鼓的 县政府在做一个行销的一个开端 那有县政府也有办一日游 也有两日游的活动 据了解已经都秒杀了 这个就是县府的团队 也很积极在落实 那整个花莲南区 就是两座竞争山 两个温泉区 整个都在双锅轮的启动 那希望我们未来南区 所有的观光还有建设 还有整个的农业 能够蓬勃发展 那还有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 0413的一个天然灾害补助 希望农业处这边能够依规定 依所有的一个行政程序 能够尽数的一个补偿 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副委长叛演一下 也针对全国学安计划上路 他之前也在县议会提案 要为南区学校施作绿斑马 保行人安全的方案 却等不到一件来为南区施作 希望县府能够不要只是中北青南 要请教育处发挥教育专业 尽数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 以维护通学的安全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